新北市淡水區北投里福德宮旁 有一塊緊鄰北投紫溪步道的荒廢空地 造成環境髒亂 當地里長及市議員鄭宇恩 特地邀請相關單位進行會刊 希望把這裡重新綠美化 位於新北市淡水區北投里福德宮旁邊 有一塊荒廢許久的空地 在地里長表示 日前有民眾陳情因為夏季炎熱 這一塊空地就緊鄰北投紫溪畔步道 而這一處髒亂點變成環境的一大問題 因此日前里長以及新北市議員鄭宇恩 也邀請去工作等相關單位來到現場會刊 希望可以進行綠美化 這一塊地本來是一個髒亂點 後來經過民眾的陳情 這塊景觀處的綠美化 由於在北投紫溪旁邊有一塊公有綠地 過去因為全屬不清長期閒置 而且堆砌廢汽車輛垃圾 還有一座荒廢許久的貨櫃屋 形成環境以及治安的死角 而市議員證員表示 除了將環境清潔乾淨 規劃綠翼廊道 也在里長的建議之下 請公所規劃一座可以從這塊綠地步行 前往輕軌淡金北新站的階梯 讓這一片小綠地兼具綠化還有實用性 我們今天來北投里這邊會看 主要是這邊有一塊室友的土地 那其實長期以來沒有整理 那環境不是太好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 希望說可以把這個空地整理一下 讓它綠美化 那另外其實這裡可以直接銜接 我們的淡水清軌 所以我們也預計也會做一個樓梯 讓民眾可以就近就從這邊 可以這個使用樓梯 然後去搭輕軌 做一個整體的串聯 而經過初步的設計 未來將會進行200平方公尺的綠美化範圍 打造一條絕災綠廊 而且連通輕軌淡金北新站 不僅是可以將原本的髒亂點 變身成為可以提供市民休憩的好去處 還可以讓民眾有更快速的通道 前往搭乘輕軌 可以說是一局兩得的重要改善建設 期盼環境完成清理之後 等待開聘經費到位就可以展開續作 記者 學端一 淡水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